以下節目只標達主持人的個人意見 並非等同公眾指標 觀眾有機會因觀想本來有意 而產生期望落差 請自行參與坊間封平作出適當的期望管理 喂! 很久沒見了 我們今天有家明哥在這裡 早安各位 我是家明 我們這個台習慣了是很outdate的 我們兩個唯一看過的那套戲就叫做 Superman Lois 大力推給大家 是好看的 真的好看的 身邊的人可能看到第一季中間 扔下了 其實也不怪他們的 因為始終Arrow 少了兩季時期的CW的DC劇 很累啊 大家都看到很悶 你還要做一個Superman Lois 這樣又可能興趣不大 但我也覺得有少許可能 人們覺得是要看了 Aero First 才能看到這套戲 它現在已經公表了 其實Superman Lois 是跟Aero First沒有關係的 不用期望有Crossover 那也是一件好事來的 因為你看到CW那邊 Aero First 其實已經很接近了 這次會說的是第二季 第二季厲害了 我是覺得 我好像看了一年多 你說不說 由一開始到結尾 其實有些劇已經結束了 可能它還未結束了 第二季第一集是1月 播到現在已經7月了 即是用了7個月去播一季 其實對於這套劇來說很久了 一直看的時候 已經在投訴著了 即是它不知什麼 三集就停兩個星期 接著就播兩集給你停一個月 又播兩集給你停一個月 你可能學一下 String of Things那些 頭一至八集 叫做上半部分 然後停幾個月 你才報下半部分 比我還要爽一點 而且大家是不知道 你為什麼要沒有播放 即是你沒有說 我在想是不是接了 怕因為疫情 接著很多又說什麼製作方 什麼不和 決定什麼劍劇 沒有了 等一下又說什麼MeToo 又說誰不做 那些監製又想惹官司 又斬劇 因為這套是我唯一還會看的CW 所以我會覺得 喂不要啦 先拿下去吧 那麼多一套 我覺得最喜歡 或者最好看之前 就一定是Arrow的 我覺得Superman & Lois 我最初一季 我已經是製作質素 很多東西其實 我都覺得 是好看過Arrow的 很不同 而且那種 他真的很不像CW 我有些 心說就是 坊間 好像 不太看到 有這套東西的存在 一屆文化 其實都很喜歡看Reaction 是看那些 漫畫的角色 去怎樣擁有什麼必殺技 然後就有些什麼 的奸角出場 所以 連對Flash 這些這麼狗屎的劇情 都有人肯做Reaction 反而 到現在你有很大批粉絲 不要這樣說 不是不是 很值得看 很值得談論 相反 Superman & Lois 他的劇情 其實寫得挺好看的 但因為這樣 討論到少了 現在第二季了 我覺得頭兩季 他真的 那些角色 是慢慢 逐層逐層加上去 第一季你看很多角色 他真的很明顯 專注在 Clark & Lois 但你看到第二季 他開始慢慢 建立本身是 Sidecast的角色 譬如他那兩個兒子 就很明顯 今季的氣氛 是比得很重 而你又是想看 我想他兩兄弟 跟他父母的氣氛 可能50 50 因為他連其他 一些Sidecast的角色 他都會再加重了 那些氣氛 他慢慢就變了 外匯家 全部小的角色 總之在一個 Smallville出現的人 都是一個 你會在乎的角色 其實他的劇 就是Superman Lois 但他今季 其實真的不太著重 Superman Lois 這兩個角色 還有Superman 今季是少了氣氛的 是 對比之下 會少了很多 你不會覺得 喂 少了Superman 怎麼可以 不行 做多幾季 他那兩個兒子的氣氛 會越來越重 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 Crediction 我不知道為什麼 覺得會是 你們兩個小孩 就是年輕人 叫Teen Aisha 我覺得他們會 劇情會多一點 是不奇怪的 因為他們的角色 可以再發展得多一點 但是你Superman Lois 他們兩個已經是成年了 你知道有件事 很特急就是 有時候你不知道 會不會某些角色 很黑人真 然後觀眾很不喜歡他 但是Superman 現在做了兩季 起碼這一家四口 都是OK的 要類比 可能要跟其他劇 起碼第一季 大家對小孩子 有能力的孩子 是很反感的 聽到的 如果還繼續看這套劇的人 其實都會接受到 也都理解 為什麼那兩個孩子會這樣 或者為什麼那個孩子 可能有些情緒病 會影響到這樣的成長 這是很重要的因素 是對那個演員不真 嘩 你真的很針對性 你這個 想多一想 想不到就算 都是的 起碼不會有人 罵那兩個演員 或者搞人的角色寫得好 或者他演繹得好 這次第二季 其實有很多第一季的影子 兩季都是外回家 都是說家庭劇 在奸角線上 他也是懶惰你的 譬如第一季 他一開始以為是那個黑人 John Henry 是奸的 後來才發現原來 那個老闆是第二季 然後他這次也是 第二季 本來你以為 那個老闆是 Bizarro 後來就立刻告訴你 其實不是 別有原因的 原來是邪教教主 才是真正的 終極老闆 其實我記得Bizarro 有交代到他最後會怎樣 回到剛才第一個點 他剪得太厲害 我其實就忘記了Bizarro 他去了哪裡 我想說 咦?他去了哪裡? 他一直都沒有出現 他不是死了嗎? 是啦 他就去到 Bizarro的世界 然後有人跟Superman說 Bizarro呢? 死了你 好像是呀 死了呀 斬得太亂 太散的情況下 我會忘記了劇情 嫌他死得太快 我覺得這個角色有用 太早死了 我就會覺得 原來是Cat Le Fay 是呀 因為其實漫畫 這個Bizarro 他都有一些 其實他一直都有出現過的一些角色 也很重要的 有一點重要 但當然他 因為他跌倒 可能是跌倒 可能是羅賓 但你不會跌倒羅賓 死得太快 但這個也是 Superman Lois 其中一個特色 你本來預期 他可能很大壇的東西 他會很快就碰到他 而且你每次看到 你就會很擔心 你會不會寫到三四五季 因為他第一季的 最後的Click Hanna 就是講黑人 John Henry John Henry的女兒 就在他的世界過來 那就很興奮 因為他來到這個世界 看到他媽媽 又看到他爸爸 但原來那個媽媽 又不是他媽媽 嘩 正呀 我哥哥是很興奮 到底下一季會怎樣呢 又是愛媒家 狗血野 但是他又很快 我想兩集至三集左右 就解決了一個女兒的一些 可能認知危機 你覺得很棒的那件事 是你給少許 典型的CW劇的模式 束縛了你 你要覺得我這樣就很狗血了 誰知道他跟你走真實風 狗血的行徒 你就會覺得 你是我媽媽 爭來爭去 但是他很正確地 就是我意識到 這個不是真的我媽媽 這個是第二個宇宙 我是完全不會混亂 我也不發夢了 就是我不想那件事 搞定了 因為多數CW的賣點就是 他每一次的季尾 都會留下一季 奸角 就是可能是 主要的角色出現 今季的女兒 其實不是特別 很著重 在那個劇情 我理會我怎樣 認識我現在這個 新的世界生活 都沒什麼特別 那些仇恨還是什麼 沒有 快聊聊天 就搞定了 他跟那兩個 所謂的 哥哥的 感情 是 靠一季地 打到他尾 我覺得很自然 沒有吵架 又沒有性 又沒有接受 又沒有抗拒 什麼都沒有 最後就很輕鬆 就說 我都想有個哥哥很久了 很輕鬆 真的 大哥 挺好 你不會覺得 這樣跟他朋友了 不是吧 如果你的唯一最仇恨 就應該是Superman 本身 因為他的世界 Superman 殺了他媽媽 他來到 就看到他媽媽 跟Superman 在一起 還有兩個哥哥 一開始是很接受不到的 也是聊天 聊一兩句 Superman 那邊就慢慢慢慢地 你不會覺得他突然間就會 朋友了 或者跟他什麼 季中跟你說 我要一些時間 你一邊看一邊看 去到季尾的時候 他就已經 融入了下去 跟你說了 我覺得這個角色很理性 我不像某些劇 是會弄到一些很黑人的角色 真的很容易的 你想想 黑人妹妹 你一不小心寫 就很容易寫到一些 我們很真的 狗屎角色 黑人的角色 對 很容易的 大哥 我不說什麼政治正確的東西 特別是黑人 你的劇情 或者你的角色寫得不好 真的很容易出事 老實說第二季 印象到其實有點散散的 剛才還說要拿IMDB來看一些尷尬 看著說 因為太久了 有什麼集數特別喜歡 我覺得有一集就是講 Bassaro怎樣來這個地球 那一集就主力到 好像直接沒有了Superman的氣氛 就只是講Bassaro那邊的世界 我想停了一個月左右 再看第一集 其實因為它一個月之前 我們看的時候 還在講Superman那邊的世界 要面對的可能家庭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休息一個月之後 你突然跟我說是說Bassaro 我就覺得 蛤? 那上個月那些怎麼辦 要指引的 要頂引 但是我看那集 我覺得挺創新 因為其實他Bassaro的世界 就是剛剛好跟Superman這個世界 是倒轉的 就是有兩個兒子 大兒子小兒子 可能Superman那邊 就是小兒子有能力的 但Bassaro那邊就是大兒子有能力的 那不只是說能力的 是連性格的 完全不同的 那我覺得 哇 挺好的 我又不會覺得 你不再說Superman那邊的 我覺得這一下挺新鮮的 我就因為看這一集 我更加覺得Bassaro是無死的 交代為何Bassaro會來了 這個地球 就是為了要阻止邪惡的教主 融合這個世界 我也挺喜歡那一集 譬如 Lois是很Punk 那個家族是在美光燈之下 好看著他不是就這樣 勾勾一個平衡宇宙給你 其實他是有連結到 關我們在看那個宇宙的事 就是說因為這個世界 發生了這堆事情 後來是說 奸的Jonathan走了過來 那就代表很有危險 那一刻你會連結到 糟糕了 原來現在是這樣發生的 上一季的奸角是Superman的歌 他本來是很仇視的 但去到那個世界 原來是兩兄弟是很朋友的 簡直是兄弟去相處的 但我覺得很厲害 他是會將他之前做過的奸角 他會洗白 Morgan Asher洗白了很多 但這個是我對這一季 其中一個比較不喜歡的位置 他洗白的程度太快 你誇張到去到後段 可能為弟弟搬著命 我幫你 都可以 我這刻接受不了 你說得好 他在說他哥哥 為何第一季會做了奸角 是因為他很渴望 跟克拉克團聚 就是他很想重振回 Kryptons 這個Core Value 其實他在第二季做的事情 他是沒有衝突的 他第二季都只不過是 Kryptons 我振興不了 但起碼我還可以 跟我的唯一一個 Kryptons的家人都團聚 而那個就是克拉克 所以他也可以為克拉克做這麼多事情 都合理的 我覺得我是站在Superman的角度 我未必那麼容易原諒他 就是我是Kryptons的人 但我是地球長大的 但是你是想破壞地球 去重建Kryptons 沒有那麼容易原諒你 就算你是我哥哥也好 對 真的是哥哥 他應該好像用一集 就說我們合作吧 兩兄弟 那我覺得差一點 我幫你鬥一下 他的解釋就是 被教主掌控了 你的世界已經玩完了 那就已經不輪到 他跟克拉克團聚這一回事 譬如我看第二季 有些位置握 為什麼有些角色會做 一些這樣的決定 很簡單就是 Lana 今季有一點扭了 我覺得很煩 老公好像很討人真 但當然你沒有這些角色 你是鬥不起主角 今季他又描述多了 他兩夫妻 或者他家人的關係 婚姻出現了問題 我覺得挺好看的 像你剛才說 你可能會不明白 為什麼他會這樣決定 我有一個很握 就是克克跟Lana說了 我是Superman 之後發生什麼事 我想如果有看就知道 我會幫你隱瞞 但我接受不了 我要留在你們的謊言之中 所以你就不要 跟我家裡有任何的交集 就是那些 哇 What the fuck 那個是你青梅竹馬的好朋友 這個我幫他鬥 這個我幫他鬥 因為 他們內部見 Club不是經常回去的 大都市那邊 跟Laurice生活 又抽著兩個弟弟 你回來之後 住了一年都沒有 你跟我說你是Superman 然後我還要幫你守住秘密 你兒子又在追求我的女兒 我沒理由 就無緣無故要幫你守住秘密 這麼麻煩 這樣說可以嗎 專心一點上班 就只有女朋友這麼忙 哈哈哈哈 要說一說 因為他爽損了這個市長 我覺得他做了鎮長是OK的 第二季開始延伸了 我們外匯家的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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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 但是我挺喜歡他們兩夫妻的感情瓜葛 我是喜歡你 但是我又不可以和你一起 因為你判斷了我 最後那一集 才跟我不知道有沒有一起回 其實沒有 很真實那件事 就是說你一段感情 就是做了這麼多年夫妻 但是你做了這個行為 你是 你不可能會回到以前那樣的 就是你永遠都是我女兒的爸爸 但是你不會變回好像以前一家人的那種關係 然後那一刻 嘩 頂 真實 嘩 好 好正啊 怎麼可以寫到這麼 就是為什麼我看Superman Lois 我不是看Superman 但是怪物我是看這些的 說回來我才想起 真的差太久了 因為真的現實生活是很難接受到的 無論是男還是女都好 他們可能之間還有愛 但是就不是情侶的愛 是一個可能家人的愛 他有一點濕淘的說 其實兩個都還有那種愛 基於你做的事情 我是沒有可能會 給回那種愛 我和你一起睡 他真的叫做了一樣 是永遠都回不了頭的錯誤 人生就是這樣的 有時候有些東西 不是說你可以修補得回 不要走差答錯 所有的男士 或者女士 這樣不要 不公平 最後那集就說 我在第二個宇宙 我連我最後一面 我常常想和我家人過都過不了 這就是上天給我的懲罰 哇那一刻 哇 很厲害 那個位置 我都心碎到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家人 那個吸引程度 都不差過Superman Lois Superman 今季加多一個角色 是之前的劇集是有出現的 Lucy 其實Lois的妹妹 就之前在Supergirl那裡有出現過 都是以同一個角色就出現了 但是我覺得很悶 劇裡面覺得最煩 基本上 一開始頭過幾集 我很記得 因為Lois有很多氣氛 因為他就是要 Pole Lucy這條線 接著我就覺得 哇 Lois這條線很可愛 就是因為Lucy 角色是做了一些 狗的東西 我不明白有什麼好贊 就是有沒有人要 要爭那麼久 爭到那麼嚴重呢 喂 好小事而已 算不算爸爸的問題 可能爸爸經常顧著做事 因為他爸爸是軍人 將軍 扔下了他兩姐妹 接著那個姐姐就很厲害 妹妹就覺得姐姐 好像嫌棄自己 但我不明白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 喂 什麼Lucy就是死 接著 Lois是特意救回她 但是Lucy就很堅持 其實我那時候不是死 是你多觀行事 大哥 你是入了邪教嘛 What the fuck 基於宗教而 就是over了一個家人 當然有些是可以 我不明白那個宗教 就是奸角的邪教 它行使了什麼能力 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但它沒有 因為它這個世界 裡面是普通人而已 那這樣說的 可能他也只是想說 那種宗教的不合理性 有些人說明是邪教嘛 你是不知道 為什麼他會洗到他們老的嘛 我認同那件事 可能Lucy真的中到 這些好像降頭的東西 令到他很信服這個教 如果是這樣的話 OK的 但是後來你不會 立刻可以扭得回 雜美就出現解決問題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他也挺人類的 但是呢 不斷在那裡又要找交喊 一想說這些題目 我不想跟你說 說出了吵架 然後他就開始犯人 就是和姐姐 或者和老爸 然後他犯到這麼嚴重的時候 臨到最後的階段 看到家人受傷 他是看到Superman受傷 然後哎呦 我很內疚 他是不是為了家人而內疚 那我覺得 喂 瘋了嗎 又搞這些不好 就是怎麼了 我明白他這個角色 就是為了帶出邪教教主那邊的問題 我就不捨這個奸角出來 但是你最後這樣 我覺得太牽強了 你最後不要罵他 好像隔離世界的Jonathan一樣 他來到 他是奸就是奸 我一直奸到他尾 這些很甘心替固 我有的想法 我不會一下子就會改變 是啊 他就由奸到連爸爸死了都沒什麼感覺 死了是不是 連你這個爸爸都可以 就是那種的 那時候你就 你有些原則 你這麼虔誠 你不會立刻轉到台 這個奸角要死 這一季 因為他那個危機太大了 就不像上一季 Clark Kang的哥哥 就可以不用死 那個教主也沒有死 是啊 困住他而已 是啊 你又忘了 這樣不行了 他可能第三季又說 教主是沒什麼 又洗白了 你怎麼知道 他最後是兩個孖生姊妹 就不知 握著手 看著 覺得是很痛苦 不是一件好的事 但是為什麼你還繼續下去 因為這個只是我可以做到的事 做到的事 其實他也意識到 這件事是錯的 大家都會繼續做下去 你都反映了很多現在 很多人的心境 明知這件事是錯 是啊 但是也要做 因為這已經是我唯一做到的事 我已經做不到其他事了 不是 我已經踩了下去了 我拔不上腳出來了 唉 好慘啊 嘩 好真實 好酷啊 嘩 好棒啊 Superman Lois 就是不是看奸角 就是看家人 我今天為那些家人關係 我想起 Jonathan被人冤枉的位置 我都覺得很慘 我覺得很棒 糟糕 你還不肯說出來 然後我覺得他很慘 好像四面受敵 但是他又忍到 嘩 為什麼可以這麼乖 被老爸罵完之後 在那裡哭了 嘩 你的心都說到 嘩 好慘啊 爸爸不是不喜歡我啊 這個就是他忍了 不知道可能隔了兩三個月 老爸才出來跟兒子說 就是我們現實世界的兩三個月的時間 那段時間你看著 兒子不停看著他老爸 然後老爸突然就走了 他一會覺得 哎 老爸是不是不喜歡我啊 直到Superman 真的有一段時間他兩父子坐在一起了 才跟他說 我是這輩子人 我都不會真理 他覺得 嘩 神經病啊 最棒的家庭組合 是我覺得這個位置 與其你說 Jordan和他父親 不知道他訓練還是什麼 我覺得今季 就是MVP的關係 就是他們 在Off mic的時候 有說到 是有個軍人 Louis的爸爸就退休了 因為他本身是負責 Superman接頭的一個將軍 我以為他今季真的退休了 怎知道又接回手 對呀 就是沒得休息了 神經病啊 我以為他只是做公公的職位 現在接手這個軍人 我又覺得很不一樣的 你說一開始 還是他後來變姦的理由 因為他一開始就說 跟Superman 就是哎呀 你很偶像 我真的很喜歡你 每一次Superman 怎麼都要救人 每次救一些人 他都會覺得 喂 你這樣不合規矩 好像一直針對他 不是他一開始說的 對著偶像的感覺 然後簡直是失控 他找了教主幫忙 不是很合理 我有點奇怪的位置 是中間 就是他曾經跟Superman 敵對 就是他說 Superman是美國的敵人 然後他說 我去找一些 不知什麼上司的審批 去做某些事情 然後想一下 為什麼上面批的 可能因為那個是他外父 我接受到他無視他 我女婿要做事 要無視我 我盡量幫你掩蓋 但是接手那個不懂的 什麼都不知道 就瘋狂被Superman無視 可能他不喜歡 這傢伙是搞屎棍的 因為上一季 外父都有私下做一些武器 對付Superman 他就不高興 但是今集 他可能特意寫一個新的角色 去接外父手 擴大軍隊裡面 那種對Superman的衝突 變了好像不關軍隊的事 是純私人恩怨 不要緊 他轉態也轉得很快 對 這個角色是無限U-turn 先U去教主那邊 然後教主要騙我 又U去 又U回頭 他殺了Bissarro 對 他殺了Bissarro 殺了Bissarro 拍堆藥 然後去教主那邊 因為真的斬得太散 其實他有三個奸國 到最後就是邪惡教主 但我覺得今季沒有比邪惡教主 很多氣勞 我覺得這個演員應該是不差的 他只是在這裡戳著 我要Mersh Bissarro是Superman本身 就是演員做 你可能做到另一個Superman 跟著軍人你都會有些變幻 雖然做得不太好 我一般的 但教主就真的是 最後那集 蹲的時候才說幾個對白 就說回自己的角色 為何要這樣做 或者為何要繼續這樣做 《奸國》是一個弱點 在Superman和Loris裡面 因為實在太出色了 在家庭的氣氛裡面 不同劇種 你要找一些專注的 你對《Flesh》你就看《奸國》 咦? 是呀 沒錯 你到最後 現在還在《Refresh》 Superman和Loris 你就真的看Superman和Loris 吃得這東西的 你也要吃掉其他東西的 我們說得好像很差 但其實這些都不是重點 《奸國》真的不是 你想想我們剛才說 Jonathan和他爸爸的感情 哇 那些位置是好看的 極好看的 那些紋氣是超級好看的 真正所謂那些叫什麼 超人打怪的位置 是有點隨便的 是在劇情的安排上有些隨便的 我看了半年 還要看到《尾爾》那集 我都覺得他排得挺好看的 還真是一集而已 就到最後一集 我覺得很棒的那一刻就是什麼 我不知道他會怎樣完 怎麼收拖啊 你搞得這麼大 我寫得很厲害 教主已經 我又不太記得是否 John Henry去幫忙解決了 Morgan Edge有幫忙的 很有趣的 你想著這個邪惡教主很難打 然後他在最後一集 他用了頭五分鐘跟他搞定了 之後那四十分鐘 我們就看外匯家了 對了 就說重點就是這個家庭 是你又接受到的 頂這個費 可能他真的知道自己的強項 或者這部劇的賣點是什麼 都沒有怎麼解釋他怎樣打到 教主 他夠能力我就可以對得倒教主 然後那個能力怎麼來 你扔我去太陽 後來那四十分鐘 你就是看著不同的人 外匯家 在到尾 但是你又真的 四十分鐘 我又真的沒有飛過在這裡看 我們不斷說外匯家 我怕大家會誤會了是TVB的外匯家 但是不是 純粹是一個名字而已 可能經過了整個季 有些人會知道了Clark的身份 很平靜地去解決了整個季 但如果你說我知道身份 其實今集除了Lana知道了Clark的身份 是他主動說 因為他不見了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回來又好像無視了他 但是因為Clark是不知道自己不見了那麼久 回來就沙嵌 一些東西想跟你說 為什麼我不見了那麼久 原來我就是Superman 那個位置都強硬的 不過算了 OK 是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他說完這件事之後 就休息了兩三個星期 我又是吊你人想看看發生什麼事 另外一個角色就是Lana的女兒 跟Jordan一起 Jordan就因為打到你了 他就突然爆發了力量 在Lana的女兒面前展現了自己Superman的能力 最後他就跟他媽媽聊 你知道你不跟我說 又是愛回家的東西 這一個我都會覺得下一季你繼續寫下去 那這些角色一定長著的 會是有一些可以發展的空間 因為他的兒子還可以寫 但是第三個我覺得最無謂的就是Lewis的上司 或者是同事 就是Lewis想跟他說 為什麼我這陣子好像知道很多東西 原來我老公就是Superman 所以我就知道很多東西 咦 你說來幹什麼 做了這麼多年記者 你那時候在大都市做 你都不說了 你不會覺得 我跟了你說之後很幫得手 對啊 一年而已 就是因為我Beple說 你什麼都騙我啊 我不喜歡啊 那你就告訴他 癡狗善 我覺得爆身份那裡 爆得多一些而已 中共我覺得第二季都OK 因為他第一季其實我覺得蠻好看的 我有些很擔心是第二季會撞得很厲害的 你第一季是Superman 就是主力的Superman 那你第二季 可能當時我們未知是另一個Uniperus 第二個Earth 我很怕他會扔到Flash那裡 超怕 怕他會因為這樣 就會撞得很厲害的 他的線有跌的 但是我又覺得他有一些位置是有起的 譬如他那兩個兒子的線是正在起的 但他根本挺有趣的 他最後其實沒什麼Click Fan 所以我就有點好奇第三季會怎樣走 有些好奇是 我簡直不知道會不會再拍第三季 那我看IMDB 就是off mic之前 我們有看過 是有寫著Season 3 有沒有呢 我們可能要再看 真的不知道 還有他這套其實是拍得慢的 總之你知道他的特效 他很多用心拍的 製作的時間都會比較長一些 造成了中間怎樣斷層斷的 那麼厲害的狀況 總之我們的建議就是 你弄好幾集的 你是不是先上了幾集 我都沒試過這麼虛無飄渺地說 一個別的鬼出來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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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在整理劇情 我只記得那些感覺 是挺好看的 是挺好看的 是值得一看的 說時遲那時快 已經10分鐘了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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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 你的粉絲 好可憐 好可憐